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电影《超人印度3》是一部科幻片 男主克里斯拥有着非凡的超能力,经常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他有个温柔漂亮的妻子丽莎 还有一个整天忙于做实验的父亲罗伯特 某天天还没亮,罗伯特将小两口从被窝里叫醒 说是给他们看看他发明的一个新电子装置 这个装置可以利用太阳能,是死亡的生物复活 说本来想在他们面前展示一下奇迹,但实验还是失败了 而在另一个地方,存在着一股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的首领叫做卡尔 他十分厉害,拥有着超强大的大脑和罕见的超能力 但是他一出生就有缺陷,全身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靠轮椅移动 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自己的超能力制造了许多拥有特殊能力的病种人 并利用他们为自己办事 最近,卡尔派人在梦买到处散播一种新研发的病毒 这种病毒传播速度十分快,可以迅速扩散到整个城市 病毒让梦买陷入危机 而卡尔的血液可以治疗这种病毒 疫苗依赖着卡尔的血液起作用 所以这种疫苗只有卡尔可以研究出来 看着城市里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 这样的画面让克里斯第一次感到束手无策 他想帮助大家,却不知道该如何做 很快,罗伯特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他的研究所同事通通感染上了这种病毒 为自己和克里斯除外 于是他突发奇想,打算用自己的DNA做成血清泡 到了夜晚,克里斯把血清泡放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随着血清泡的发售 其中的药物彻底把病毒遏制住了 因此罗伯特受到了大众的肯定和爱戴 而克里斯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的英雄 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雕像 卡尔知道后十分生气 当晚就让手下们偷袭罗伯特的实验室 试图找到他们制造出解药的秘密 还让人把罗伯特抓了起来 还好克里斯及时赶到救下了自己的父亲 没想到在他与那些人打斗时 怀有身孕的妻子不幸付伤昏过去了 送到医院后 妻子告诉他们丽莎流产了 其实医院里的丽莎是假的 是卡尔手下拥有变色龙基因的女人变的 而真正的丽莎此时已经被抓到了卡尔的研究所 原本假丽莎是想留在克里斯身边 打探制造解药的秘密 没想到他却爱上了克里斯 最后他不想再欺骗克里斯 向他坦白了一切 还带着克里斯来到卡尔的基地 打败了卡尔的手下顺利救出了丽莎 与此同时 卡尔绑架了罗伯特 罗伯特告诉卡尔 在很多年前 有位博士用罗伯特的身体做实验 为的是制造出一个和他一样拥有天才头脑的婴儿 可惜这个婴儿天生残疾 最终只好被送到孤儿院 这个婴儿就是卡尔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基因是一样的 卡尔提取了罗伯特的骨髓 成功治好了自己的残疾 就像重生一样 重生后的他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只用一脚就踹死了克里斯 罗伯特不忍看着儿子死去 故事的最后 克里斯凭借自己的力量和太阳能装置打败了卡尔 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3